哈喽大家好,我是路易斯 杀不死你的东西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这句话经常被用来解释 经历过磨难的人的韧性 他描述了毒物兴奋效应的理论 一个暴露于低水平压力或毒素的生物体会变得更强 且更能抵抗严峻挑战 这也能被理解为微量创伤效应 我们遭受到的微量创伤会对我们产生压力 这种低剂量的压力在适当的情况之下 能对我们的生理和心理都产生加强的作用 瑞士医师和炼金术士帕拉塞尔苏斯 于16世纪首次认识到这一观点 他写道 万物皆有毒,无物无毒 只有剂量才能使某物成为毒药 毒物兴奋效应的定义特征是 双向剂量反应 很多物质在高剂量时会产生毒性 而在低剂量则有益 例如,运动锻炼能启动身体来修复肌肉 使它们更强壮 而运动过量则会造成伤害 微创压力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物理性质、生理性质和心理性质 第一,物理性质的微创压力 是通过外来的刺激来激发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 比如,运动锻炼、热刺激、冷刺激、阳光以及断食 运动锻炼对身体健康有各种好处 由于我们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大多数的日常活动 因此,这些活动通常不会产生足够的压力来刺激新肌肉的生长 当缺少锻炼,肌肉就会变弱及萎缩 而且,肌肉量也会随着年龄而减少 当肌肉承受压力时,会出现微小的撕裂或损伤 作为回应,受伤的细胞会激活免疫系统来修复这些损伤 当我们长期维持运动锻炼的习惯 由此产生的损伤和修复的循环 最终使肌肉变得更大更强壮 除此之外,适度的运动也可以提高肺活量及增强骨骼 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跑了几公里 腿部肌肉就酸痛了三天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的肌肉得到了加强 现在我每隔一天跑步10公里 跑完过后完全没有酸痛的感觉 冷热的刺激也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身体 低温刺激,比如冰浴,冷冻疗法,或冲冰水凉 短时间内用极冷的温度刺激身体 对身体有许多健康益处 例如,减少发炎症状和增强免疫系统 很多运动员经过高强度的训练之后 会用冷冻疗法来达到更快的修复 高温刺激则包括了泡热水澡,泡温泉,桑拿和泡脚 高温刺激也有降低发炎的作用 而且高温刺激会造成身体发热排汗 排汗的过程中能把身体的部分毒素排出来 起到有效的排毒作用 高温也有降低皮质醇的作用,有减压的效果 尤其睡前用热水泡脚或泡澡 能舒缓神经和提高睡眠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太高温或太低温的刺激都不适合老年人 因为老年人老化和僵硬的血管不能适应这种刺激 可能会造成中风或心脏病爆发 要很小心 清晨温和的阳光对健康也有很多好处 阳光能刺激皮肤产生维生素D 促进骨骼健康和增强免疫系统 阳光也能帮助调节生理时钟和刺激退黑素的分泌 能提高晚上的睡眠质量和有减压的效果 阳光也可以提高身体的血清素水平 血清素是一种可以改善情绪 并帮助头脑保持冷静和专注的物质 在早晨温和的阳光下运动,对健康更好 而高强度的阳光或辐射则对身体有害 我通常都会在早晨的公园跑步 可以晒到清晨温和的阳光 断食也是一种很有益处的微创压力 断食会对身体产生一种温和的压力 当断食超过16或18小时的时候 身体会开启细胞自食 清除体内的杂物和毒素等等 当我们复食的时候 身体就会进入修复模式 生产更强壮的新细胞 断食也有减少发炎和提高免疫力的效果 因此断食能让身体更健康 以及让人更长寿 断食也能刺激大脑变得更活跃 达到超高水平的发挥 因为在古代食物短缺的时候 人类必须更加头脑灵活 尽快找到食物才能避免饿死 总结来说 断食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有益的 而如果断食时间过长 则会产生负面的作用 第二种是生理性质的微创压力 是通过进入身体的一些物质 来激发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和治愈能力 两大类型包括了 进入我们身体的细菌和食物的营养素 当我们第一次被某种细菌感染的时候 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把这种细菌标记起来 并生产抵抗这种细菌的抗体 当下次我们再遇到这种细菌的时候 免疫系统会更快速地发现 并且消灭这些病菌大幅度减低感染和发病的风险 如果感染了 症状也会更加轻微 这就是疫苗接种的概念 少量级弱化的病毒 作为疫苗注射进我们的体内 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免疫作用 保护身体不受真正的病毒感染 而营养性质的微创压力指的是 很多植物会产生一些有毒性的化学物质 作为天然的蛆虫剂来抵抗害虫和其他动物来侵犯 当我们吃这些植物时 我们也会低剂量地摄入这些有毒的化学物质 它们会对我们的身体细胞造成轻微压力 不过在低剂量的情况之下 细胞不会受到伤害 反而会变得更强壮 这也是食用水果和蔬菜对健康有益的原因 比如葡萄、蓝莓、生可可、大蒜、辣椒等等各种颜色的食物 或者是含苦味或辛辣味的食物 富含这一类型的植物营养素 有抗氧化和降低发炎的功效 能让身体更加健康 第三种是心理性质的微创压力 主要来源于进行精神上具有挑战性的活动 以及需要用脑或集中注意力的活动 比如学习新技能、冥想、静坐、深度思考、解决问题、改变自己等等 当我们面对这种精神压力时 会对我们的头脑产生刺激 使我们的头脑长出新的脑细胞 并增加脑细胞之间的链接 达到增进脑功能的效果 这可以增强我们的大脑 以应对未来的压力和挑战 并且能更好地处理它们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断食和运动可以归类为最强的微创压力组合 因为运动和断食结合物理和心理的两种性质 同时对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造成微量创伤的压力 运动不仅是对我们的肌肉、肺活量以及其他功能的一个考验 也是一种心理的考验 有时运动很累的时候 我们会想要放弃 当我们顶住压力 坚持把要做的运动完成的时候 我们的心智、意志力也会得到加强 或者当大家都在休息或熟睡的时候 有些人则坚持早起运动 每一次的坚持都是一次意志力的考验和加强 断食期间也很常遇到美食的诱惑 要抗拒美食的诱惑也非常考验意志力 同样有助于加强我们的身体和心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用微创压力来得到最好的效果呢? 有三个重点 第一是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正面压力 一般的观点是压力是不好的 长期过度的压力会让人生病 甚至可能产生精神疾病 这些是负面的压力 反之正面的压力能让我们进步及成长 怎么分辨什么是正面压力 什么是负面压力呢? 很简单 负面压力是外部环境或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我们没得选择 比如健康问题 职场问题 人际关系问题等等 让我们感觉很无奈及无助 而正面压力是我们自己选择去面对的 比如我们选择断食 选择运动 选择学习 这些是一种磨练 能让我们成长变得更强 当我们变强之后 就更能掌控我们的人生 很有可能可以避免和解决 之前让我们痛苦的外部压力 这个正面的循环能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第二 要间歇性地施加压力和间歇性的放松 间歇性的节奏很重要 运动后休息 肌肉会修复和成长 断食后复食 能让新的更强壮的细胞成长 蔬菜水果里的微量毒素 对细胞造成压力 当这些物质离开身体以后 身体又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修复和成长 努力学习过后需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让知识和记忆更加巩固 这种脏实有度的节奏 长久下来能让身体的各项机能逐渐增强 第三就是遵循渐进超负荷原则 逐渐提高微创压力的强度 比如运动和断食 可以从少量开始慢慢锻炼 逐渐加强 如果一开始就过量的话 则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 总结来说 当我们刻意置身于某一些正面压力的时候 我们就会成长 而当我们活在舒适区的时候 我们不止不会成长 还会退步 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 长时间疏于锻炼 就会慢慢萎缩变弱 不是说我们要刻意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压力或创伤 而是通过断食和运动等等的微创压力 给身体形成一个印象 一个错觉 感觉周边的环境变得比较严酷 来刺激我们的身体启动各种系统 并且加强身体的各项机能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可以提醒自己 没关系 这种痛苦会让我们在未来变得更坚强 我们将能够找到更多的力量来应对当下 也能在未来变得更强大 痛苦是不可避免的 而煎熬却是可以选择的 这意味着 当我们选择去面对压力和挑战时 虽然我们无法逃避身体必须承受的疼痛 不适和负面情绪等等 但我们却可以改变我们对它的看法 从而把它转化为改变和进步的动力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